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把对永恒的感悟放在人的里头 叫人在地上所经历的短暂性美好 不会感到满足 相反的 得到以后反而会堕入一种更加虚空的无奈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 所谓的饱足指的是满足感 满足感是指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 而这种感觉不一定是来自你的社会地位 你所拥有的财产 或是任何物质上的富裕 但是圣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 如果我们渴望的是神的义 这种饥渴感就能够得到满足 耶稣对一名撒玛利亚夫人说 谁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撒玛利亚夫人听了耶稣的话 以后在一天之内发生了转变 他变得渴望活水 也变得渴望为耶稣做见证 以致他在几天之内带领了许多人归向基督 我们在神的眼中并没有什么义可夸的 是耶稣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 所以这里所谓的 为义如鸡如渴 是指神的义说的 好像撒玛利亚夫人变得渴望活水 也就是指渴望神的义成就在自己的身上 撒玛利亚夫人变得渴望为耶稣做见证 就是指他渴望神的义成就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在天上的父深知你的需要 只要你渴慕他的义 他会将你所需要的赐给你 而在所有最重要 神要赐给你的就是圣灵 愿你领受神所赐的圣灵 并被他充满 你就会有满足的喜乐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谢谢你治下活水 让我们能体验真正的满足 真正的喜乐 不但如此 你所赐的喜乐 在我们里面会变成活水的泉源 涌流出来 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一直到永远 帮助我们能爱慕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给了我们力量 给了我们方向 给了我们安慰和满足 帮助我们平行心 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因为知道我们其他方面的需要 你会按照你的应许满足和供应我们 加强我们的信心 加强我们既可牧翼的心 好叫你的国和你的义 透过我成就在地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